新型肺炎確診病例現時超過4萬宗 超過900人死亡 但疫情最嚴重的湖北省一天多了91人死亡 江西首次出現死亡個案 另外至今3000多人康復出院 剛才提過本港再多7人確診後 累計36宗其中1人死亡 另外澳門維持10宗1人出院 台灣昨天增加1宗累積18宗1人康復